S-PAR 成员Kalina Winter 凛凛 金玉灯上的综艺认识的哥哥 当天节目上S-PAR也谈到了 他们出席砍城迎战红台的幕后故事 只见Kalina表示 当天我佩戴了一条价值16亿韩币的项链 但其实我原本要戴的是一条价值60亿韩币的项链 不过因为有人在前一天买了那条项链 所以最后我没有佩戴那条项链 一番话让在场的哥哥们感到相当惊讶 周年明明也分享了自己当天穿着的服饰 他表示我穿的那件衣服 是全世界艺人中第一个穿的 不过因为裙子太重了 不得不请工作人员帮我办 我当天甚至还摔倒了呢 据悉当天四名成员全身上下的服饰金额 他才高达数百亿韩币 让网友们得知消息后也忍不住感叹 S-PAR不会是大神女团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